我們現在開始要教的是工跟能 第一個是要講到做工跟能量 能量就是當作是一種能力 我們能量要給你解釋清楚些還滿麻煩的 我的解釋就是能量就是有能力 有能量就表示有能力可以做一些事 能量越大就表示你的能力越沉 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會越多 所以我們把能量當作是一個能力 你可以做事情的能力 以後叫做能量就是跟做工有關 就是做工的大家以後再說 那麼有能力就是可以做很多事 能量越多可以做的事情就會越多 我把它比喻成一種能力 所以呢打樁機 就骨瘦的打樁機 高高的吊起一個重拳放下來空 就把樁子打到地下去 所以它可以把樁打到地下去 所以高高的打樁機有能量 因為它可以做一件事把樁打到地下去 丟出去的球可以把玻璃打破 所以這個球有一個能量 因為它可以做一件事情把玻璃給打破 加一個能量 但是這兩個能量不一樣是未來要教的事情 所以能量有不同的形式 有光能、熱能、化學能、電能、核能 我們國中基本上沒有用光能來解釋事 但是我們教過光 熱能我們教過 化學能主要在下學期的時候會提到它 電能這些期末會有它 核能是中間能源的時候會提到它 反正就是能量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形式的能量可以互相轉換 以後會再講 我這裡就交兩個能量 動能跟會能 動能就是因為會動 剛才講過那個投手丟出去的球 這個球有在動 因為我有動 所具的能量就稱之為動能 所以丟出去的球 運動中的車子 流動的水 簡單說就是 如果我有運動 如果我有速度 那我就會有動能 這是動能的公式 K賤二分之一 MV提供 這個可以推導 這個可以經由推導得到 我們國中部推導給你看 直接告訴你結論 把它背下來 也就是說 以後如果要你算動能有多少 你要怎麼算 二分之一 MV平方 二分之一 MV平方 那M就是動能 它的單位叫做Jower 以前有學過的能量單位叫做什麼 熱能單位是什麼 熱能單位是什麼 卡 所以會有個換算問題 以後再講 就是多少卡多少Jower 但是這邊我叫做Jower 實際上就是公斤 速度就是每秒幾公尺 叫做所謂動能 所以動能大小是跟質量跟速度有關 質量越大 速度越大 動能就會越大 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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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彈很小 打過來 可以把人家打死 可以說到那傷口 因為它速度很快 火車就要開得比較沒有那麼快 狀態也很凄惨 因為它質量很大 電子彈很大 所以它跟質量跟速度有關 公式背起來 二分之一 和V平方 二分之一 注意 單位叫做 Jower 能量單位叫做Jower 能量單位叫做Jower 這就是動能 所以呢 我們講過能量單位叫Jower 這個單位叫做K 那這裡有一個換算問題 以後再說 以後再說換算問題 以後再說 好 你就知道有兩個能量單位 一個叫K一個叫做Jower 就有換算問題 以後再講 好這種是最簡單的題目 直接代公式解決 我有告訴你質量 我有告訴你速度 請你算動能 這樣做最簡單的題目 直接代公式 二分之一 MV平方 往裡面塞 有質量 10公斤 有速度1 1要平方 所以算出來 叫做五焦 就解決了 最簡單的題目 所以比照辦 這樣多少啊 這就是 這樣多少啊 這樣多少啊 這樣動能有多少 也是一樣直接代公式解決 那請問你 它的無法追 六號 六號 六 六號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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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講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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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之一MV平方嗎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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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 你說九十嗎 你說九十八 你說什麼啦 聽不見啊 九十 你說多少啊 九十 九十 請坐 你說九十 九十 很簡單 就直接代公式 二分之一MV平方 黃鍵塞 黃鍵塞 答案就出來了 這叫做最簡單的基本題 告訴你質量 告訴你速度 請你給我算動能 我們怎麼可以使他變得複雜一點 我不告訴你速度 但是我告訴你加速度 第一張學的 第一張學的 有速度 有加速度 的關係 算在那時候等得到速度 會不會更麻煩一點 可以 我告訴你受力 有速度就有什麼 有加速度 這種加速度去算速度 更麻煩一點 你看看怎麼出 這就是以前學過的 第一張學過 怎麼從加速度去算速度 第二張學過 怎麼樣從力去算加速度 這樣子 聽懂嗎 就可以讓它變複雜 但是意思都一樣 就是找到幾樣 找到速度 代二分之一MV平方 你就算一算功能有多少 OK 就是簡單題 基本題就是這樣子 請備好動能公式 MV平方 注意 他的單位要做什麼 交耳 OK